刚刚播出了两集的不可能任务 Mission 2特境轮选体验 其实只是谭俊燕和七位队员的 第一日训练内容 隔着电视都感觉到他们有多辛苦 这日李斯雅、何荣卓、吴指韵 余英童、胡佳俊和关耀俊就衍生STARTALK 讲回训练时的难忘事 最辛苦是第一日 第一日我们是早上6点做到夜晚12点 1点凌晨 然后我们又吃点东西按摩 已经是2点凌晨准备睡 谁知道睡觉的时候交响乐就来了 我发现地寒声 幸好我没有这个影响 是因为你的儿子睡着了 没错 这个儿子睡着了 下一次我发现是不要让男生睡觉 我们女生睡着了才让男生睡 所以基本上我是第一晚完全没有睡过 第二天6点就起床了 但是我自己争取了一些时间 因为我第二天第三天是放弃了化妆 他们很早起床就开始砸头发化妆 我到最后一刻才起床去厕所拆过眼睛 然后就出来我已经准备了 但是你刚提到那些鼻寒声 鼻寒声那个层次升量上面 关耀俊会不会都有其中一个贡献下 有大红 有小红 我是哪个位置我都很想知道 但是Sean是超级厉害的 他是无视我们 第一个在旁边睡着了 他没有吃杯面没有跟我们按摩 他自己一个就在旁边放在一边 他这个是最有高见的 他说他不搞那么多东西 因为他要争取最多时间休息 是 所以他很早已经躲进睡袋 带着耳朵 他也知道有交去我这件事的声色 他就完全做了准备 是 很反应 很有经验 很有经验 整个过程中是很需要专注和毅力 他们都说要做到心无杂念 只是想如何应付面前的训练 整个环境很严肃 你是不能够玩电话的 譬如我们集队 我们都要一起很乖 我们说话都是被人罚的 所以变相我们是电话一定不敢玩 令到 而且又真的太累了 做完运动大家是 已经说回那些感受很惨啊 对啊 很辛苦啊 然后大家拉筋 大家真的不行 大家就说 喂怎么办啊 就是想想一些策略 对啊 其实大家最后就说 不要想那么多 因为其实那一刻你越想越害怕 你会觉得自己身体负荷不了 还有你会看到其他孝心 有些孝心真的受不了 因为他们做的任务是比我们更加多 是 那面了 因为我们不是做足 那面了有些是全身抽筋啊 就是看到他们在旁边休息 那些 哇 真的很心痛啊 那些 Cindy说看完第一集之后 仿佛感觉到当时的周身酸痛 而且整班队员的热血 又再走出来啊 我真的很欣赏我们这些队员 我们是很有team spirit的 我们是互相帮助 不会说我要比你更努力 我要和你比你比较 不是这种的 真的是 是想大家一起做好这件事 是 其实一直做的时候 大家都有互相鼓励的 特别是 就是Sean 队长 是的 他其实每一个任务都很尽力 令到我们 大家都很有一个 互相推动 鼓励的一个氛围 一个气氛 所以 大家都很尽力 其实都没有想太多事情 是的